电影《海角7号》的主角阿嘎 坐在墾丁万里同的海边 看着海景思考 这一幕也是宣传海报的部分 不少游客到万里同 都会来找堤方边的这棵树 砍掉了 砍掉了 对 砍掉了 你会觉得说这样蛮可惜的 是蛮可惜 因为如果来这边就不能再太阳 就树下乘两 就觉得说这样子跟原本这样差很多 海角7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棵树就是曾经 阿嘎看海的地方的那一棵树 然后现在完全修到光粗粗了 就一点景点的感觉都不见了 也算是一个地雕吧 而电影《海角7号》中的场景 这棵树的枝叶是长长的延伸出来 但是同一个场景 现在看到的树却被砍到只剩下主干 延伸的枝叶全被砍光 是不是有些游客专门来看这一棵树 对 我会抓到下面 你抓到下面 或是抓到树前面看 因为会有5米 特有会来就是说树怎么不见呢 修下面变得很丑了 有一点 而恒春镇公所则表示 因为民众反映树木的枝叶太茂密 阻碍了行车视线 所以才会修剪 就去做修剪 然后可能有修剪过头 然后导致民众去打卡的 打卡的那个有些问题 公所承认修术修过头了 让美景失色 游客也只能等到枝叶 再慢慢地长回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